范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11月22日 基督普世君王节 在宗座大楼带领圣伯多禄广场上的 三万多名信友诵念三中经 教宗再次为和平与修和高声疾呼 面对世界的四分五裂和人类的伤痕累累 让我们祈求童真圣母玛利亚 辅助我们 帮助我们全力效法我们的耶稣君王 以温柔 体谅和慈悲的举动呈现出祂的国度 当天的福音记载 耶稣向比拉多表明祂是君王 但祂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教宗末观这段经文指出 世俗逻辑和福音逻辑的相反之处 世俗的逻辑立即于野心和竞争 以恐惧诈骗和操纵意识作为斗争的武器 福音的逻辑 也就是耶稣的逻辑 则在谦卑和无常的付出中表达出来 借着真理的力量 无声却有效地取得成功 现实的邦国 有时以专横 争夺和压迫的方式治国 但基督的王国却是正义 爱与和平的王国 耶稣在十字架上启示了祂的君王身份 谁若注视基督的十字架 必定会看到爱的惊人无常付出 教宗表示 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事迹 看似是一个失败 但实际上这是罪和人的野心的失败 是基督十字架的胜利 教宗解释道 对基督徒而言 威能和力量 指的是十字架的威能和耶稣爱的力量